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的資產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八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黑的 那一開始走一個二連星喔 那白棋是錯小木 左下我高掛過去他直接脫退 那我沾住之後 欸這邊 走一個好久沒下的這棋啊 還是我走一個大飛呢 好走一個大飛試試看好了 我如果是高菜山的話 算是蠻普通的 就是一個 很傳統的布局 那右上他掛過來 那麼 走一個什麼呢 一間低甲好了 點腳 那我就直接擋完長 一開始布局下的非常的普通 非常的普通 左上掛還是說擴張自己的呢 嗯 這其實因為他頭在這邊我稍微沒那麼想掛了 啊算了我還是掛好了 如果只圍自己的 不知道會不會說有點不夠均衡啊 不曉得 踢完跳 他上面這個也是兩個頭對撞 他可能覺得也還好 我再高的 走高的 我直接走到右下去拖 拖的這個下法 我要怎麼應對呢 擋的話他退出來我立下 他可以在右邊快速展開 嗯 我如果外斑不知道是什麼 外斑他是會藏進去還是說 這個走這個斑啊 不太會下 外斑他如果斑我是走什麼 打吃完瞻 現在看好了 外斑他看他走什麼 我記得有什麼打吃完瞻的之類的 走這一邊的斑 走這個斑我是什麼下 打吃完擋有沒有 打吃 打吃完擋 他擋完爬 我說打吃這個擋 這個是什麼 怎麼都各種沒看過的東西 打吃完擋裡面應該不好 被他打吃完爬 吃住 被他打上來 我可能要打穿擋這個 打吃完爬 場 我如果單場的話就比較簡單 他可以鑽活一個角 那我外施也還可以 不過我如果打穿擋這個 不知道什麼 打穿擋這個 他如果說氣掉兩顆的話 打吃打吃打吃 這樣是 他是也可以活一個角 但是感覺不好 他實在拐了 那麼 後續是什麼 斷打 斷打完 壓嗎 壓也是有可能是吧 確實他這邊可以壓 他壓這個我好像不是很好下 他壓這個我不好下 我如果拐進去的話 這邊有一個刷下來 這個蠻痛的 那我如果吃的話 在右邊也可以利用幾下 嗯 這個好像我有點扁 他實在是長右邊 長右邊我跳好嗎 這邊有個爬的存在 增子我可能暫時也 他如果壓一下 然後爬一下 這邊有個斷丸打擊一下 變成增子不利 所以我要拐一個 單吃 單吃這樣子應該還行 單吃這樣子應該還行 他就細掉 哇這個腳我走了 比本來還大 他剛有個長的這一步 好像應該用壓的 我還要用壓的 不過他逼到這的話 他也是在右邊 有所展開了 那甚至後續還瞄著 我這個 這個 這個旗行不夠完美的地方 有什麼頂完班之類的吧 這旗行確實也是有些欠缺的 我要補嗎 補這個 補這個感覺特別壞 我應該飛好了 飛看起來好一點 一開始布局 大家其實走的算 比較和緩了 左邊他打過來 其實這邊我逼住 是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一手旗 我覺得我趁這個時候去走 雖然他可能會趁勢兼出 那也沒關係 我們在 這要守什麼 我這三顆是不是得出個頭 也許我剛才應該用大飛 大跳出去 然後趁勢在震他之類的 哦這樣子我好像 我如果這時候再震一個 好像有點前後 前後矛盾 下的這邊 下的這邊確實不好 要不然我就是貫徹我想要走左邊 但是這樣他就過來了 我這個行奇步調有點衝突 我的行奇步調有點衝突 貫徹想要走左邊 但是他跳 我可能還得嘗一下 好啦不然我就貫徹下去好了 不然看他這邊可以壓我一下 也不是很舒服 我這個應該不用不要逼的 我應該一開始就大跳一個 哎呦 他這個還要搬我 嗯 他搬我的意思是說什麼 我如果搬他虎一下 然後再來要照我這個 是有可能 他搬我的意思是說什麼 我如果搬他虎一下 這要直接斷嗎 這有可能直接斷嗎 這有可能直接斷嗎 藏過去 可能還是要跟著 跟著他搬 嗯 左邊這個B好像不是下的很好 蠻有一些問題的感覺 各種疏守 好啦 補起來 他可能會粘住 那我下面三顆可能得利用這種 呵 很猥瑣的下法 把他猥瑣過去算了 哦 他還靠我一下 不讓我下面猥瑣了是吧 但是 我應該不要理他了吧 那邊那麼厚的旗 那邊那麼厚了 我應該不要理他 我直接把連根斷出再一貼 他是不是 也有點頭痛呢 因為我這邊針子應該是有力 9 8 7 9 8 7 9 9 9 5 4 4 3 2 1 好 好我直接斷 從這邊斷 斷完貼吧 斑 直接要跟他引戰了 他這邊退了 他這邊退了 那麼繼續貼 他這邊齊醒感覺 哇 他這崩 崩得這麼緊啊 他這裡崩得太緊了吧 我先刺一下 我先刺一下 是各種斷耶 這個騎型這麼緊 他敢笑 太可怕了吧 我要斷哪一個 斷這個的話 有可能他打吃 沾 拐 我感覺我要斷這個吧 他這騎型也崩太緊了 我這一斷 豈不是就炸開來 這邊馬上要打出去 喔 就跳了 那這樣我打出來了 老老實實的打出來 打出來 他可能會斷 喔 他斷這個怕我直接打這個 然後這兩顆不要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不過這樣子有一點送眼味 這我應該還是要 走一下 兩顆被拔掉還是蠻大的 因為他主要這一塊氣 其實還是比較緊 他外面這一顆只要吃不住 我他還是 蠻困難的 我覺得 蠻難收藏的 那我這邊感覺黑棋戰鬥取得初步的優勢 這邊斷完戰鬥的話 我就立下 他應該還是不行 這邊還是把他繼續 繼續 弄出來吧 繼續擴大戰果 設法擴大戰果 剛才取得的利益並不算太大 這個也要設法擴大 貼的話他可能會幫我斷 好像直接炸開來 我可以貼 貼完直接斷了 他退了 看來他也看到了這手棋 那我再貼 我靠了他左邊氣太緊的關係 所以我就這麼滷過去了 我滷一排這樣太爽了 綠一排 在飛 因為我左邊這非常厚嘛 所以不怕他這邊什麼比較厚 都還好 我下面斑這個 那這確實大 雙腳吃 我得 我得下 這波衝一下呢 衝他個一下 衝一下好了 這邊會不會有棋啊 他跑一下我擋住 點過來什麼的 嗯 他藏這個我吃住 唉唷他藏這個我活不活 我尖在下面他還是有拐 8 7 6 5 我是不是得補一下 4 3 2 1 用一次想想 還有兩次讀秒 我這好像得補一下 好像不太活 我也好想飛過來 哦我先飛過來好了 他這邊好像掉4顆是可以活 我不知道有沒有算錯 跑的話我就單打住 哇他硬靠進來 欸其實也可以 他可以硬靠進來 還是他跑的時候我別招啊 跑的時候我沒什麼別招 我就擋這個 擋這個也是他點 哦不過他這邊先補了一下 可能覺得如果兩塊弓殺的話 兩塊弓殺我確實氣不到夠不夠 嗯我看我還是回防好了 這確實不一定行 先走這個 哇他這邊一個斑比想像中還嚴厲 確實還是下得不錯 不過我剛震到一下他還是跳了 那 他這邊可能還是得 連也不太很好連 那可能得接用我左邊 可能要去蹭我左邊 然後來找一些眼位 不過這個應該也是比較累一點 直接擋住 因為擠也擠不到 我還可以打戰 欸他還是擠了 擠不到 我先不打嗎 我要先打嗎 我打掉好了 我還是把他打掉 這個要連回去嗎 我這邊還有個尖刺的先手 呃 我這邊有個尖 這邊有個頂的先手 但他那邊有一眼 這個要殺的話應該是有一點變態 靠這個 不一定能行 我先打他一下這個好了 我先打他一下這個好了 問個硬手 看一看你是硬在哪 直接在下面拖 確實也是 這起王 這起王其實也沒攻出太多東西 這邊我能不能斷呢 這個其實有一點影針的味道 我先靠一下這個 各處稍微走一點直立 走一走 再找點頭緒 這我到底能不能斷呢 或者說便不便宜呢 還是我應該要從這邊飛飛之類的 頂完斑 我看我直接斷好了 點一下增值應該是有力了 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他拐過來 我如果能吃到中間的話 那中間整體也會變得非常厚 那 慢慢再看這邊有沒有什麼可以靠一靠 有沒有辦法去狙擊他這一塊 尖他 尖完靠一靠什麼的 尖完靠一靠 打一下 這邊他應該是只有 只有去拐吧 還是有還有其他的招 我覺得四顆應該不太能 不太能救了感覺上 我就壓 他吃住下面 這個力這個沒好處 嗯 那我下什麼呢 把這補住嗎 這個有需要我花一手嗎 這確實不花一手的話 他確實還是有挑出來的氣 好還是補一手好了 穩一點 不過這個有沒有本錢讓我穩 我也是不好說 我靠這個 這一手旗 嗯 這我要走在哪 很想反擊 反擊完頂一個 反擊完頂住的話 他針也針不掉 9 8 7 6 5 好反擊 反擊 反擊囉 然後 因為我中間又加薄力手 這這麼厚的旗 我覺得 我覺得必須得利用起來 跑 點這個 點這個不是後手嗎 點這個後手欸 點這個後手 我顯然不怕他了吧 拐過來還是 長吧 長這邊還有個班下 長這邊還有個班下 跳過去嗎 跳過去還是我要單吃比較穩健呢 穩健還是 跳過去是張大一點 不過其實他這邊衝完 這還是有一個破綻 我看我斷一個好了 這時候其實沒有必要 多去下多積極 因為我覺得已經不錯 這邊一沾的話 這馬上還有一個挖的問題 這個沾還是 還是頗大的 這跑也跑不出去 沒問題 這邊衝完斷 我還可以頂打 所以還OK 這上面B1B其實都還有一些潛力 這個黑旗的潛力應該比想像中要多 嗯 這個我在想能不能 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搞他這個東西 有沒有必要去搞他這個東西 還是說就嗶嗶嗶就算了 不然還是瞎再看好了 看看他這邊怎麼印我 就搬一個 就搬一個 就搬一個的話 那我就 我這邊有個二路點 其實不是很舒服 我擠好了 擠完 頂 頂他擠的時候 頂他擠他 也可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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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斷完 打 要衝下去了 9 8 7 6 5 4 3 2 1 搬 搬還是頂 我搞不太清楚 你左邊有些打完力是不是有點 還是有點點味道 小味道 有些小味道 這其實也是有點沒必要 其實應該 上面逼一逼收一收 其實就ok 那想說還是想追究他這個問題 因為他有可能為了蹭火的中間 他就掉了 掉了大量的 東西 有可能為了蹭火會掉很多東西 所以 這個是我比較想要看到的 就懶得再去收了 就不用再去收那些木 我左邊其實確實氣耶 還是比較緊 挖打完充 兼這個 兼這個是 9 8 7 6 現在 好像他是要搬嗎 他是要藉由這個搬是不是 藉由這個搬喔 好吧 他誠意也給夠了 我如果還打完瞻 打完瞻其實還是可以吧 打完瞻 9 8 7 6 5 4 3 2 好不好算了 我覺得他誠意也給的夠了 呵 就是我能夠把這個薄掉其實還是非常好的 有時候確實容易3星而已算了我就把它薄掉 好左邊補一下 這個被斷打完立下還是蠻有東西 喔 立到這 他打算立下的話 沒有 小心有夾 所以我得擋 那他跳的時候我就擋完貼氣 還是快他的 挖毯 這邊來走這個挖毯 確實還是大 我先靠他這個好了 喔 舒服啊 中間這個段大還是上面這個打完檔下大 有點搞不清 那我選擇打中間好了 感覺打中間大因為下一步這邊還有可以 尖住還是怎麼樣 這要怎麼收 飛住啊 哇 只有最後這邊也沒成沙木 但是也ok了啦 上面搜刮的也不錯 這連爬都是先手 是吧 左下尖也不小 中間這個應該怎麼去幫他收住 8 7 6 5 4 3 2 1 我左下尖好了 這個尖看起來也確實蠻肥的 蠻肥的 這個跳也不錯 中間這個打嗎 這我到底要怎麼收 有點沒看清 這能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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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7 6 5 4 就打算了 有點不知道怎麼收 不過這樣他肯定會進來 應該領先還是有一定程度的 走這個 那我就 打完斷了 9 8 7 6 5 打完斷 這樣我這邊也少掉一些收器了 其實我都懷疑他整塊是不是都不都不活 好像他這邊其實有點不太活 頂完一點入 對啊他其實不是近活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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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會出問題的 這邊有沒有起 走完打吃 打吃衝 頂一個 這邊有問題 這邊尖頂完衝打 有一點小東西 還是我就先把它這擠掉 有點沒必要算了我單點就好了 反正它這個 吃這邊沒什麼用 主體都壞光了 再搬 做眼這個 這都是假眼 搬的話我也可以直接點入 贊助 這都是 沒有眼尾 做不出兩隻眼了 最後 應該還是蠻有希望能幹掉它這塊的 跳進來 跳進來 這我把自己該補的補一補就好了 這邊有個刨 這個 有什麼東西嗎 應該是也還好 再搬 那我就說用點的嘛 那我就說用點的嘛 下面這個立有沒有也有也有東西 立完 好像是沒騎 跑出 哇 莫非有個一路度過 應該不至於吧 打吃 打錯了我沾也行 他現在如果要一路沾的話 我沾還是可以 他度我可以斷打 沒有什麼用 唉唷 等一下喔 他現在這邊有一個跑出 他現在這邊有個跑出 我如果貼氣的話 他跑一下 再斷他就活了 6 5 4 3 所以我得走在這邊才行 差點上了他的當啊 要殺的話還是得 非常謹慎 他這還是度不過啦 那沾的話我還是可以先這手沾一下 然後再補回去 9 8 7 6 5 5 4 3 2 1 最後一次讀秒 還有什麼招嗎 尖這個 這我剛剛就看過了 就只吃這邊兩顆而已 那這右邊都爛光了 也無關那兩顆了 下面也都會活的 沒有問題 9 8 7 6 5 4 5 5 6 7 5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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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反正他一样粘不上 这都没啥用对吧 那白起终于是投降了 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吧 好那最后简单回顾一下 刚才对于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些地方 那一开始双方都是走这个普通的定势 那胜率也都没有什么波动 那在右下角白起靠的时候呢 黑起外搬 这边决一认为白起应该要选择二路搬 那么黑起就沾 白起沾二路 那么黑起挡下 白起帮他立 那么黑起就唬住 白起拐一下 那走成这样子呢 大致上白起取角 那黑起取外势 我个人认为这个黑起的外势 是还算蛮雄伟的 不过这边断打完之后 这其实也未必有想中那么厚也说不定 那这个图决一认为是双方差不多的 好实战白起搬这个时候呢 这边决一认为我这个断 可能不一定好 我这边可能应该要直接挡住 那么白起就唬这个 黑起就打转之后立下 这下面要被断了 不过 就算黑起五这个是选择站在这边 但是白起这边唬完之后 这边由于有三个断点 所以说白起依然是可以吃的 那黑起应该还是会给掉这颗子 所以其实一开始黏在这边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所以黑五倒不如一开始就补在右边立下 那么白起断的时候就戏掉了 那走到这边也是一样了 白起取角黑起取外势 这边也还有个打转长的东西 所以黑起要么就补出 要么就是继续扩张之类的 但是这样这边留个隐患之类的 所以这个不知道黑起要补一手好 还是说比如补在稍远的位置也是有可能 那么实战我是打完贴这个 决一认为这样的下法可能不一定好 那这边就是 这个都跟他的变化图应该是一样的 那走成这样的话 他决一认为黑起的胜率稍微掉 这边不过我实战吃的时候 白起好像是夹完粘住 这个决一认为不好 确实白起应该往这边跳下去做一个利用 这个跳确实是 骑形上蛮不错的一手 因为你直接像他实战直接夹掉的话 这边黑起就变成铁头了 那么这边跳 趁黑起这边还没拔掉的时候 往这边一跳过来 那么黑起就提防这边被冲下去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还在这边硬的话 那白起又偏一两下 这样子黑起显然受不了 所以在白衫去跳下去利用的时候 黑起就会补回去了 但这边先没补回去 可能是觉得说 如果你立刻冲下的话 那至少我左边这颗纸先尖起来 把它撞大的话 那暂时冲下是还不怕的 所以白起也没有立刻冲下 而是先往中间先飞 那么黑起就补回去了 因为这时候你如果再不补的话 可能他这个冲下完之后 你这两颗本身就还得再拆一下 然后下面就漏风 或者甚至人家还有可能点进来等等的 所以这时候就比较需要去补了 那中归黑六还是得回去补 那至少先尖一下有所便宜 不然你单补的话可能觉得说 诶 将来也许人家要飞呀什么的 所以他这边 他这些变化图确实都是 这有点双勾心斗角 再走一个大飞 这白起七星也是蛮飘逸的 总之白衫这边多去利用一下 确实是让黑棋 比较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补哪都觉得不是很愉快 确实 那实战白衫单夹掉 被黑棋直接拔起来 那确实黑棋获得了便宜 胜率初步涨上去了 那么再来是在于说 诶 他打进来的时候 我这边本来有点想问决尹 因为我事后来想 我可能应该简简单单这边 去大跳一个算了 这瞄着下一步要飞下来 不过这一步起 可能决尹也认为不是很好 有点缓吧 决尹认为应该飞这个 因为确实你这个地方 不补到白棋 确实还是有一个 顶完斑的这样一个手段 然后这边顶完斑 确实还是有起 那 决尹这个飞压呢 白棋如果要不硬 我后续再跳过去 其实 他这块起有点瘦搜刮 还得再补一瘦 那这边交换完之后 再走到这个阵 哇 这个阵可以说是 非常大气磅礴 那白棋怎么样下 你大概就只能在 底下这边 这边稍微蹭一蹭去 去求个火而已 那么黑棋整个中复的 这一个格局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那白棋总是在底下 猥琐 猥琐发育 那黑棋总是不怕 确实这个 这个 这个构思非常好 这个正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手棋 实战呢 左边还在这边弄 确实是不好 虽然是左边获得加强了 但是这一块棋 是没有好处的 他认为我这边 这一个棋呢 还是应该去飞出 这时候当然就不敢震了 因为白棋左边 已经比较厚了 你在正被人家 从这边尖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必须得飞 飞完 直接强硬扳 被他断的话是怎样 哦 再藏过来 哇 这边双方也是蛮激烈的 哦 这个 战斗看起来有点可怕 贴完一下之后 局一直还是认为 我应该要扳 看来 啊不是 这边我应该还是要飞啊 这边一直出头 我是一个要点 左边尝一下就算了 哦 贴完在 哦 只要能出头就好 还是应该 去强调出头了 确实 我实在一直在左边下 这时候我 我本来以为 白棋会不会说 诶 你这边 敌字要点 及我字要点 我就不敢把你封起来 不过 局也没那么下 他就简单的去粘住 哦 这样简单的粘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索得 就是这边一点目数 但是 整个中复呢 变成白棋巨厚 那黑棋还得 在底下 猥琐度过 这样子 黑棋显然是 比较亏了 然后格局小了 这个下中期 就是格局已经小了 对啊 刚才那个 震头让白棋走在下面 那个 那个多棒 对不对 我们实在 呃 我们这个 起若他实在走在这边 我 我可能 确实也是会下这一手 因为 本来就想说 诶 我还有个度过 但是这么下 确实效率低啦 格局小了 哦 甚至于 白棋还拿到一个线索 我这边搞你一下 顶完斑 这确实 双方在这边就有得搞了 哦 这 顶完斑过来之后 断 那后续 你要拉错 白棋就往这边一跳 那特别不舒服 这边有断 这边有冲端 哦 这边可能也不见得赶 那你如果要吃这两个的话 那也是很无聊 不然人家就弃死了 弃死把你这颗打死 嗯 确实这个 白棋顶完斑还是蛮厉害的 不舒服的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边有点没下好 不过他这个靠 也是有点失招 被我 我抓住机会往这边断了 断完走过来 这样他不舒服 哦 这他强行帮助 决一认为是还可以了 不过 他这边被我断的时候 这个跳 决一认为不好 他应该要打过去 直接打完压 嗯 直接打完压 确实暂时防止 黑棋这边立刻打出手段 那么 把白棋弃紧的东西继续搬 不过白棋就直接沾住 这样黑棋还是打不出去 所以哦 他直接 直接也是蛮干脆的 直接下面漏 这样子 至少整块棋 火棋没有问题 哇 那白棋蛮激烈 直接点进来 嗯 看起来双方也还是蛮复杂的 白棋这附近沾啊 有一些先手位 所以 呃 这这有点不知道怎么下 沾完后续这边有一些夹啊 还是什么滚包之类的东西 甚至要顶过来 哦 这个 蛮复杂 但是白棋自棋 气也蛮紧 好 实战跳了 被我打出去 我就觉得黑棋 哎 好像蛮不错 那确实看到 胜率也是涨上去了 那实战白棋这个断打 又是 又是稍叉了一手棋 他 我不知道白棋是会怕说 黑棋有可能断在这边 有可能把两颗不要了 因为我把下面全克了 那也是 也是超大 但是 我应该是不会弃两颗 因为我还想追究他这边 确实他这边 如果先断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可行的 哦 那这边决议的变化 也是黑棋打这个 然后白棋先打下去 然后再滚一下 滚一下然后粘住 然后黑棋就简单拐掉而已 然后再回来补这个 确实 这个骑行被人家 逼住的话 好像不是应该飞在这里补 我应该要飞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去补 确实这边有点没下好 这个飞并不好 前面布局的那一手飞 逼住的时候去补在这 应该也是不好 在他这边粘住之后 决议认为我这边应该要立刻去立下 这个立下才是重点 确实实战被人家 半个小时 搬那个还是蛮大的 那这个 这个骑如果白棋要自补一手的话 那我也可以拿到先手这边补齐 确实黑棋是不落后的 那么白棋倒也没去补这个东西 直接右上弄过来 实战是直接开杀了 不过这个东西 他这个粘应该是蛮有问题的 这个看起来明显是应该贴在这 如果贴在这 后续再搬到这边的话 哇 中间可能再藏一下 再藏一下之后搬到这 确实 这黑棋不一定搞得动白棋 虽然说这边拐一下蛮舒服 但是 嗯 你得拿出成果 这被人家搬一下 痛不预生 这边明显还是应该补 补这个本身超大 而且跟后包非常关键的 一个作用 不过实战白棋这个粘没下好 这被我一路贴过去太痛了 他可能觉得不想要走 这个是因为被我拐一下太痛 但是 这个其实就忍一下就好了 你走这个反而被我压一排 那更痛了对不对 更痛了 虽然他也是走到这个 但是 后续这被我 被我飞一下 这不太不太舒服了 哦 那这边被我弄进去之后 就一直都 白棋处在一个比较劣势了吧 尤其黑棋中间这一大牌 那 太得力了 好 所以说 白棋本局比较关键的半径 就是在于说中间这一带的战斗 首先是我断的时候他应该打过来 那么 再来是这边 应该简单去断 简单断完打之后滚一下 然后粘住 哦 那看能不能抢到一些时候 去搞黑棋右上那边 那剩下的话 哦 像是我这个藏的时候 他不应该去粘这个 应该是要贴过来之类的东西吧 或者说先搬一下 然后 然后 呃 先搬 嗯 如果立刻搬不一定搬得到 应该就先贴一下 然后敞一下之后再搬这个 哦 我觉得黑棋这边战斗 不见得那么舒服的 拿捏住白棋 那当然前面黑棋这一手也是勺子啊 这个 这个应该要先立下 我这个搬比想象中还要严厉很多 好 那这班棋跟大家看到这边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